泽利宇宙第一集 斯奎姆文明 泽利系列若以人类时间线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人类的扩张 第二阶段 遭遇地外文明陷入漫长的战争 第三阶段 人类的衰落 三个阶段总跨度超过一千万年 我们将从第一阶段开始 为大家讲述灰宏的泽利宇宙 公元三十世纪前后 人类开始了迈向宇宙的征程 数以万计的飞船驶向了星空 巨量的资源逐渐被消耗殆尽 地球的生态也开始严重恶化 直到后来 通过在外太空获得的新技术 在数代人的努力下 终于修复了被严重污染的地球环境 人类也开始重新审视宇宙 并寻找它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不过 受限于光速定力 人类一直无法去往更远的地方 仅有的GART大一同理论引擎飞船 航行速度也远低于光速 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GART飞船 方便之前没有看过泽利系列的朋友理解 所谓GART 是指将四种作用力统一在一起的大一同理论 在GART引擎的中心 物质被压缩成类似于宇宙大爆炸时的初始起点的状态 操纵物质结构的各种基本作用力 被合并成了单一的大一同理论超级力 当物质又被允许进行膨胀的时候 超级力分解出的相位能量 会像冷凝系统所散发出的热量一样释放出来 被用来将兵推射出去 从而获得反冲力 所以兵是GART引擎最为常用的反应物 由于GART引擎简单的原理 且高效的加速度 这种引擎即使经过了数百个世纪 也在一直被人类使用 直到公元36世纪 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男主角迈克尔·普尔的壮举 让人类真正意义上 开始在银河系中自由穿梭 公元36世纪 人类偶然在木星轨道 发现了天然的虫洞隧道 但由于虫洞入口狭小 一点干扰便会导致其膨胀或坍缩 所以一直无法被人类有效利用 直到工程师迈克尔·普尔 在木星轨道上收获了一种 可以产生负能量的奇异物质 并使用它稳定了虫洞 做出了虫洞分界面 并将虫洞入口进行了扩大 星际飞船 便开始能够通过虫洞去往其他的宇宙空间 随着奇异物质实现工业化生产之后 众多的虫洞分界面被GOT飞船 从木星轨道拖往太阳系各处 一个太阳系内的高速传输通道 从此便诞生了 木星成了交通枢纽 而位于可以搏带上的一颗冰星球 则被建立成了通往星际的基地 那段岁月是人类世界的童年时代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人们可以通过虫洞去往任何地方 广阔的太阳系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村落 甚至连宇宙都仿佛陷入了人类的掌控之中 不过迈克尔普尔同时也给未来埋下了无限的祸根 因为理论上 虫洞的穿越不仅仅是空间 还有时间 比如将虫洞的入口固定在太阳系 再用一艘飞船将虫洞的出口 拖往几光年外 然后再拖回 这就形成了时间桥机制 在地球上的人看来 这趟跨越几光年的旅程 花费了上千年时间 但对于飞船上的人而言 由于时间膨胀效应 也许就只花费了几年时间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 迈克尔普尔驾驶着科西号 拖拽着虫洞分界面出发了 他等待着1500年后的回归 和人类打破时间魔咒的未来 最终 普尔成功验证了自己的理论 他再次回归地球 的确是在1500年以后 同时他也是幸运的 因为在此期间 人类世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黑暗时刻 在普尔离开的这段时间 得益于虫洞技术 人类的居住区飞速扩张 并组建起了第一个星际联合正体 太阳帝国 在这期间 人类科技飞速发展 除了GOT大统一理论引擎外 还诞生了更多先进的技术 比如抗衰老疗法 土壤纳米化技术 罗继池等等 所谓罗继池 它位于海王星的一颗卫星上 是由一名数学家所制造的 直径数米如同水池一般的数据储存器 其内部是格子状的碳纳米管 管内生活着数以十亿计的纳米机器人 罗继池主要被用来探索原数学世界 池中包含了一个碎片化的数学变种目录 其中可以产生出很多不同版本的数学 而更神奇的是那些纳米机器实际上是一种生活在碳纳米管内的人造知觉生命 而这些纳米机器一旦吸收了不可判定的数学假设 就会像细菌一样一分为二 属于一种有知觉和感觉的数学存在 诸如这些科技也成了太阳帝国强盛的象征 太阳帝国以太阳系为中心将于半径达数光年 总部位于地球曼哈顿 在巅峰时期 人类在这个范围内一共扩张了超过19个定居点 不过除了虫洞技术以外 人类没有发现任何超光速的技术 出于帝国的管理需要 帝国的疆域被限定在以太阳系为中心12光年半径以内 并且通过垄断GOT飞船的制造技术 加强了对新殖民地的控制 严重阻碍了各个殖民地对宇宙的探索活动 而这些限制也成了未来帝国解体的隐患 因为帝国存在的目的完全是出于人类原始的意识形态 而不是实际的价值需要 在努力维持了一千多年后 公元48世纪 地外殖民地便向太阳系发起了攻击 公元4814年 半人马座二法星殖民地的反抗部队 发起了对太阳系的攻击 反抗军为这次攻击秘密筹划了几十年之久 因为从半人马座到地球有四光年之遥 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会被察觉 所以只能发动闪电战 为了顺利实施计划 反抗军首先将人工智能病毒以光速发往地球 率先破坏了太阳系的数据网 以及大部分信号站节点 随后在一颗秘密补给了几十年的 刻意搏带的小行星上 安装了重质量导弹 当小行星漂流到太阳系的中心位置后 先是炸毁了地球太空港 虫洞分界面等重要设施 然后通过小行爆破 行星的碎片如雨般降落到大气中 击中了地球上的航空 太空和海港等重要运输节点 本次进攻史称星坠事件 这次闪电战成功地撼动了帝国的根基 面对反抗军的重重被逼 最终帝国和反抗军达成合议 帝国放弃对地外殖民地的控制 并与地外殖民地组成了类似星际联邦的机构 人类史上第一个星际帝国宣布解体 在此之后 人类内部依然存在着文化冲突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但那依旧是一个乐观的时代 希望的时代 人类在这个时代有着无数的技术革新 一直到数十年后 人类接触到了第一个外星文明 斯奎姆人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转折点 也通过这个地外文明 人类意识到宇宙中还有更古老 更先进的文明 人类与斯奎姆人的相逢已无从考证 关于那段黑暗的历史 也只能从一些逃难的人群口中得知 斯奎姆人是水生群体生物 他们使用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驱动系统 穿越恒星 并维持着一个贸易殖民地的星际网络 在双方首次接触后不久 人类便与斯奎姆人产生了文化交流 可求遇到地外文明的人类以为 斯奎姆人是一个和平的种族 便邀请他们通过虫洞 抵达了太阳系 就在此时 斯奎姆人终于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斯奎姆人超越光速的飞船 就连地球和月球附近的人类前哨站 都来不及反应 接着 他们驱动了太阳系中大量的岩石 向地球冲击而来 漫天的流星让地球上所有的大陆 都被撞击得伤痕累累 整个地球仿佛都颤抖了起来 数百万人瞬间死亡 城市被震成废墟 这一幕对地球人而言似曾相识 如同曾经的星坠事件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入侵者 没有任何人类间的亲缘关系和良知 这次撞击显然是精心策划过的 斯奎姆人以前也在其他世界上演练过 而撞击地球的那些岩石 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那些岩石其实都是地球曾经的碎片 在遥远的过去被大规模地自然撞击到了太空中 它们保存得很好 甚至承载着远古时期的微生物 比如孢子病毒 在第一波撞击结束后 随之而来的便是被这些岩石释放出的孢子病毒 现代人类根本无法抵御古老的病毒 斯奎姆人以压倒性的胜利 让人类终于意识到 这是真正的星际战争 它不为文化 也不为经济 而是生物圈的冲突 其代价是一个物种被另一个物种所取代 人类太阳系外的殖民地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反抗 但都被轻易制服了 人类被彻底奴役 在斯奎姆统治期间 他们暂停了人类一切的太空计划 何抗衰老疗法 他们认为快速的繁衍才能补充足够的劳力 很多虫洞分界面也被摧毁 仅剩的一些人逃了出来 才有了这份关于地球黑暗历史的回忆录 斯奎姆人对人类的技术不感兴趣 因为太过原始 人类的文化产物就更没有价值了 但地球是复杂碳氢化合物的矿脉 受到星级贸易商的高度重视 地球上最后的石油和煤炭 都是靠人力挖掘出来 然后出口到地球以外 人类本身也是值得出口的一种商品 认输船载着大量的人类离开了地球 拆散了他们原有的家庭 把人类当商品一样 带到未知的目的地 没有人知道那些人最终的命运 但中压之下必有反抗 人类世界最终诞生了一名英雄 哈利 由于斯奎姆人是水生物种 他们占据了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湖泊 并在那里设置了据点 而人类工程师哈利 被安排去调整湖中的矿物质含量 以满足斯奎姆人的喜好 这是哈利的工作原因 给人类带来了反击的机会 哈利利用植物质变 将斯奎姆人特有的毒素和病原体 偷偷带给了人类志愿者 为了不引起斯奎姆人的注意 一名志愿者注射了毒素后 便静止跳入了湖水之中 血液洒入湖水 这片湖中所有的斯奎姆人 被毒素杀死 对斯奎姆人来说 他们是水生物种 毁掉一片水源便是滔天罪行 这相当于人类毁灭了人类的整个世界 于是他们使用了吉利方兵技术 冻结了地球上的海洋 从南北极地一直覆盖到赤道 坚硬的白色冰体 从海洋沿着河流 逐渐向上游蔓延 斯奎姆人一劳永逸地粉碎了人类的抵抗 无数的人类死在了这片冰天雪地之中 根据回忆者称 这是迄今为止 地球上最可怕的恐怖行为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任何人 所谓吉利方兵技术 是指当从水中提取热量时 并自然形成 氢氧分子沉淀成一个 充满空间的固体金额 斯奎姆人是造兵高手 他们创造出了 即使在高温下 用电场也能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兵 当一个极强的电场穿过水之后 水分子中的两个氢原子 带轻微的正电荷 氧原子带负电荷 电场氏分子像栅栏处一样排列 进而形成了吉利方兵 这种技术甚至可以冻结在 人体的神经细胞膜 甚至蛋白质的空腔中 而且这次浩劫的结果是双重的 因为之后的海洋融化 更是一场大灾难 突然的冰川融化 带来了珊瑚海啸般的潮水 导致气候突变 地质活动频繁 生态严重失衡 又有无数人死于这场潮水之中 多年以后 残存的人类被召集到一个 被死峰会的地方 斯奎某人提出的 不是恢复地球生态 而是一种被他们称之为 治疗的措施 因为这次事件规模太大 太广 造成了全球性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人们承受着这种压力 冰冻的记忆 像所有的创伤一样 深深地印在记忆中心的海马体上 这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机制 任何对该事件的提醒 都会引发深刻的记忆和反应 斯奎某人为了便于同志 提出的治疗方案 也并非出于人道主义 而是要彻底地抹去人类 对这些往事的记忆 他们制造了一种毒素 能够迅速在人类世界传播 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人类便可以彻底遗忘掉这段历史 这便是后来的地质学家 一直搞不懂 近期出现在地球上的冰河时期 以及生态突然失衡的原因 哈利是极少数的记忆者之一 在创伤后遗症的摧残下 他只活了四十岁 临死前 他将这段记忆留给了另一个人 正是这些后人 发起了对斯奎某人的最终反抗 而斯奎某人的离开 也如同他们的到来一样迅速 一时 斯奎某人对地球 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也面临垮台 他们管理层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而人类的反击也终于将斯奎某人 赶出了太阳系 如果要细数人类在这段时间 所得到的收获 那便是认识到了真实的宇宙 和缴获了多艘斯奎某人的超光速飞行器 以及各种不明缘由的科技产物 此时 人类才意识到 斯奎某人 并非先进的文明种族 他们的科技 多数是窃取和模仿自另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 有的甚至是经过二手 三手的倒卖 据说那个文明 叫做泽利 没有人知道 关于他们的更多的信息 在击败入侵者后 残存的人类开始在废墟中重建文明 他们从废旧的档案室 图书馆 资料库中 寻找着人类文化的碎片 以其拼凑出完整的人类文明 那是一个古怪的年代 除了极个别的记忆者之外 每个活着的人都遗忘了曾经的恐惧 他们怀着憧憬的心 因为他们毕竟拥有了斯奎某人留下的超光速飞行器 人类第二次星际扩张的序幕 也就此展开 而男主角迈克尔普尔 漂泊在外1500年之后 也到了即将回归的日子 他会带来他那如魔法般的时间之桥吗 这种时间机制会有副作用吗 在超光速飞船的作用下 人类的势力范围再一次扩张 这一次 人类遭遇到了更多的外星文明 也认识到了 整个宇宙都处于高等文明 会随时袭击低级文明的残酷状态 在高等文明巨大的技术差距下 人类科技仍然不值一提 因为至少 人类已经知道了泽力文明的存在 而那个文明又是怎样的模样 人类的未来又将去往何方 我们下期再见